霍宇浩虽然只有一个魂环 但是能够带领自己的队伍 一路闯进新生总决赛 足以看出霍宇浩自身的实力究竟有多么的厉害 虽然在前期 不少学院的老师都对霍宇浩不看好 认为霍宇浩只有一个魂环 将来难成大器 而且霍宇浩精神属性的五魂 难以找到与之匹配的魂环 但是霍宇浩还是凭借自己的实力 成功进入决赛 与王东 萧萧一同参加比赛 霍宇浩为何那么厉害 王东对霍宇浩被说是非常的了解 毕竟日常两人的相处时间很长 他们在相处的过程中 王东是看着霍宇浩一路成长的 最初霍宇浩身体底子弱 在跑步的时候 体力不行 跑步速度 甚至都追不上女同学 但是霍宇浩并没有放弃 凭借自己坚强的信念 霍宇浩身体逐渐的变得强壮了起来 同学们都跑完了 霍宇浩依旧坚持独自跑步 试问这种坚韧不拔的努力 霍宇浩又怎么会落后呢 别人都准睡觉了 霍宇浩依旧在一旁 摆弄着唐门的暗器 目的就是 期望能够尽快掌握更多的暗器 提升自己的实力 从而在比赛中 能够脱颖不出 王东看到霍宇浩废寝旺时的修炼 也忍不住读唐霍宇浩 你真是一个修炼狂人 你真是一个修炼狂人 霍宇浩身上 背负着太多的东西 他为了能够给自己的母亲报仇 所以拼命地修炼 虽然知道对手强大 虽然身体素质 先天就比较弱 但是霍宇浩凭借对修炼的狂热追求 最终还是变得非常厉害